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1月2日,星期日 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你看我每一天做视频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 今天是2022年1月2日 而我的这个视频编号呢,都是按照这个年月日来排的 我就还记得2021年刚一进入的时候 我这个排序就是210101 然后2101020304这样排下来 很快就上升为210201020304这样排下来 这一年就这么数着数着就过去了 现在呢就进入了2022年 这一转眼呢,2022年就进入了第二天了 时间真的是飞尸啊 昨天呢,我跟我妈妈通电话 一下子呢,就让我特别思念我的妈妈 特别的想回国 我跟我老公聊 我老公也是说特别想回国 特别想念父母 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疫情如果这么持续下雪的话呢 就很担心父母 就怕呢,由于疫情不回国什么时候父母不在了 想想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在新年昨天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 首先呢,我就想说 在法国发生的,让我呢,真的是不能理解的一件事 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让我特别不能理解的呢 就是,那会儿呢,是因为一场球丧 加拿大这个球队呢,就输了 输了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暴乱 那些暴力分子呢,就开始砸商店 烧商店,烧街头的汽车 让我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球输了能怎么样啊 为什么要进行破坏呢 为什么要破坏自己呢 如果你去破坏对方的那个球队 或者对方那个国家 对吧,这都还可以理解 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这些财产下手呢 如果说我所说的这个 还是因为一个自己热爱的球队输了 来发泄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在法国发生的这道美丽的风景线呢 真的是不能理解他们老外 你看这个报道呢,是这样报道的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也就是CNN嘛 CNN报道说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 1月1日表示说 新年第一天 法国总计有847辆车被烧毁 数百人被捕 报道还介绍说呢 尽管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破坏 但作为法国 每年新旧知交之际 一向恶劣而令人悲叹的传统 当然马宁说呢 对比往年 就认为这次的暴力事件 它的破坏性呢 比往年有所减少 从以上的这个报道 你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说呀 他每一年 他新年的时候 这些人都要上街 来烧汽车 这已经是他们的传统了 今年他们烧了847辆汽车 警方呢 当然是抓了一些人 我们想想看 那汽车就停到马路边 平卖污库的就被烧了 一共847辆 将近一千辆 对吧 为啥呀 没有原因 就是一个传统 然后就被烧了 你就觉得不可思议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内政部长说呢 这还是比较少的一年呢 这个达尔玛宁呢 他就是说呀 得感谢法国的警方 和相关的安保部门 因为是他们的努力 是他们帮助减少了 暴力事件的发生 表示说呢 他们尽力了 说这个警方啊 和安保部门啊 他们已经尽力了 这种事情呢 是不可避免的 说对比2019年 这就减少了很多 2019年是多少呢 2019年有1300多辆汽车被烧 这是他们的传统 他们一般呢 每一年都是 从除夕开始 然后呢 就打砸烧 持续整个1月1号的 整个一天 然后呢 再到1月1号的晚间 反正就是1月1号 这整整的24小时 都要干这件事 那今年呢 他们法国 一共在街上上呢 部署了总计大约 9.5万名的警察和宪兵 就来防止这件事的发生 但是他这个内政部长就说呢 这事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是他们法国的一个传统 他说呢 在法国大规模的焚烧 停放的车辆 已经成为一个臭名昭著 令人悲叹的传统 说每一年的新年前夜 都有数百辆的汽车 被纵火烧毁 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的 这个传统 已经都持续了这么多年的 一般的来说呢 都是一些法国贫困地区的年轻人 他们来做这件事 到这一天呢 他们就走上街头 来干这件事 他不是从上世纪90年代 也就是说从1990年 就开始了 那到2005年呢 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 2005年的时候 法国首都巴黎郊区 和其他的城市 持续了三周 在这三周的过程当中 一共烧毁汽车是8810辆 达到了一个最大的规模 那之后呢 像今年的这个 都不是最大的 2019年的时候呢 是1300多辆 你说他们疯狂不疯狂 就没有什么原因啊 就是一个传统 到了新年这一天 就出来烧汽车玩 你说变态不变态 美国也非常变态啊 我就发现他们这种老外啊 就这种高鼻梁 大眼睛的这种老外啊 他们这些民族 特别的疯狂 他们的思维 和我们东方人的思维 不一样 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报道 就是在美国的波士顿 有一个人呢 他73岁他死了 结果他死前啊 就坦言吐露 说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 50多年前被通缉的一个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银行盗窃案的犯人 他隐藏了50多年 50多年前 当他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的时候 他就在银行工作 他就是设计 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他就偷出来 21万5000美元的现钞 他就偷出来下班以后呢 他就把这些钱放到他的那个供应包里面 大跃大跃就拎走了 那到星期一的时候呢 这银行才发现 少了这21万5 就通过分析 再加上呢 他就不见了嘛 就锁定就是他 对他进行了通缉 但是呢 实际上他拿着这笔钱 他就离开他的家乡 去了波士顿 在波士顿 他就是更姓换名 不知道美国现在啊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 他就到美国的这个波士顿的政府啊 他就去了说 我现在要申请我的这个身份证 然后呢 就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啊 然后他就给一个名 然后这个名呢 就是在当时 好莱坞的一个大片里头 演的一个银行盗窃案的一个大盗 他等于说呢 他做这件事情 也不是为了钱 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 而做这件事啊 然后呢 他就去 给出来了 那个电影里面 那个大盗的名字 然后就领了这个身份证 这一辈子呢 他就以这个名字 来生活的 一直到他73岁 谁都不知道 他也结婚了 也有孩子 有子孙 但是呢 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现在他的老婆就回忆呢 说他这钱哪儿去了啊 当时50多年前21万5 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万 将近200万 他的钱哪儿去了 他中间和他老婆生活 他们还曾经银行破产过 曾经还申请破产过 你说这钱哪儿去了 就搞不清楚这种 而且呢 他并没有说躲起来 不让人知道 比较避着人 不是 他做的工作呢 还都是比较露脸的工作 比如说做这个汽车销售员 比如说是做那个 高尔夫球场的那个服务的 做的这些工作呢 都是跟人打交道的 会跟人接触 那他的家乡 在对他通缉之后呢 他家乡有一个女的 还曾经去夏威夷旅游 回来就报告说 我去夏威夷旅游的时候呢 发现一个人 长得和他非常像 好像就是他 所以他的家乡呢 那侦探呢 就会以为说 他跑到夏威夷了 然后到夏威夷去找 找半天也没有 其实那可能不是他 现在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他 他已经死了 他没有讲这个故事 因为他也不知道 有人在夏威夷曾经看到过他 你说这人变态不变态 他就是为了显示 他自己的这个聪明 来模仿那个 好莱坞大片里头 那个大盗 来干这件事 美国有好多那种变态的 好多那个枪击案呢 系列谋杀案呢 那凶手 都是一些变态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干这件事 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警察 给六余耍一耍 这些变态的人 当然美国呢 整个他这个国家呢 有很多事也比较变态 对吧 我们大家最不可理解的就是 美国的加州竟然说 如果你盗窃在950美元以下的话 就不算盗窃 如果你抢劫 反正犯罪 950美元以下就不算 所以呢 那些人都拿着袋子 到商场里面去抢东西 到里面扛着一个东西 只要是950美元以下的 拿着就走 谁也不能找不着的 对吧 就是这样的变态法律 美国呢 还允许吸毒啊 对吧 以前呢 是大麻合法化 现在呢 有些地方 就连吸食那些海洛因什么的 一定的量 也合法化 然后呢 还设一些场所 给你提供一些服务 让你在那里呢 很安全的注射毒品 你说变态不变态 非常的变态 然后呢 美国满世界的 去推销他们这些 变态的这个社会制度 你得听我的 你不听我的不行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 在伊拉克 也发生了这个美丽风景线 就是呢 数千的抗议者 就到美国大使馆的这个门前 在那里干什么呢 当然在那里呼口号啊 就是骂美国呀 对吧 反美国呀 然后呢 就在那儿 以前的时候他们不是老跟那儿 扔那个火箭弹什么的吗 就攻击美国的那个大使馆嘛 然后今年1月1号 没看到报道说 有扔火箭弹 但是呢 他们今年 做了一些美国大使馆的 那个模型 然后跟那儿烧 完了以后呢 就把美国的那个国旗 还有以色列的国旗 然后放到地上 踩 然后呢 烧 进行这样的 就是反美的活动 要求美国离开伊拉克 当然要求美国离开伊拉克呢 早就要求他们离开伊拉克 但是他直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离开伊拉克 就跟那儿赖着不走 为什么说这个日子口呢 就是因为两年前 美国不是定点清楚的 伊朗的这个军事领袖 苏莱曼尼吗 这是两周年的时候啊 这都是因为 美国做的这些变态的事 然后啃人恨 对吧 招人恨 现在伊朗伊拉克 他们都恨这个美国 当然还有很多的那个 国家和民族都恨美国 那美国呢 现在就掺和中国的这事 今天我就看到呢 台湾很多的媒体 就在说一件事 就在指着美国 那你美国你有些人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然后给我们出一些损招 美国有一个智库呢 叫兰德智库 兰德智库是很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了 兰德智库呢 基本上他提出来的一些 和方略呢 都比较受重用 受美国采用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呢 人们都比较关注 兰德智库又出什么报告了 这两天呢 兰德智库有一个高级顾问 他以前还是美国的情报高官呢 那他现在呢 是兰德智库的一个高级顾问 他就提出来了一个什么呢 他就提出来说 昨天的时候 中国和尼加拉瓜这种复交仪式 对吧 所以这个兰德智库 他的一个高级顾问呢 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建议 他就建议台湾啊 说你台湾 反正你建交的这国家呢 你在一个一个的失去 你全部失去呢 肯定是指日可待啊 蔡英文上台 这一届多一点 你已经都失去八个了 现在你还剩十四个 对吧 你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呢 你现在已经失去八个了 当你卸任的时候 如果你再失去八个的话 那你就只剩下六个了 剩下那六个交给下一任 可能这一任到不了 你就亡了 对吧 你现在你还不如这样呢 你还不如你现在索性 你主动跟他们断交 全部都断交 一个都不要了 这多好呢 你还省钱 省的这段时间以来呢 你那些小郭 你都是靠钱来维护的 你还省钱 他这一语计数呢 就引发了台湾的一些名嘴啊 一些这个媒体啊 他们就在讨论这事 觉得你这出的 这有什么损招啊 美国最近这是怎么了 不断的有人来给台湾 提供这种各种不同的死法 多数一般的来说 都是自杀性的 教台湾如何自杀 早点死 什么用心啊 我看到台湾的这些名嘴呢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一方面呢 对他们所出的这种幼稚的招数呢 不吃一笔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质疑你美国啊 你到底是为了我们吗 还是你为了你自己 对不对 如果你为了我们的话呢 只能说你幼稚 如果为了你们美国自己的话 你们也太胡玩了吧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你说到这儿 主要是呢 跟大家唠一唠 这西方人所做的这些变态事 我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商汤科技 这两天呢 成功的在香港上市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让美国呢 非常的傻眼 让美国感觉到了 他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围追堵截 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那我们再说商汤科技 上市这件事情之前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 美国现在在5G方面 已经是远远落后于中国了 中国早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就推出来了5G了 中国人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使用5G的服务 现在呢 中国市场上所售卖的那些手机 基本上都是5G手机 也就是说呢 无论你使用5G 还是不使用5G的网络服务 你手里的这个手机呢 就都是5G手机 就看你自己了 你愿意使用5G服务 你就可以使用5G服务 为什么说在中国人当中 现在使用5G服务的还不是那么普遍呢 第一就是这个5G服务 现在呢 它的费用比4G呢 要贵 现在中国的4G服务 便宜的简直是不得了 我去年在中国我就有一个手机 那我去年在中国的那个手机 它每个月的服务费呢 是14块人民币 请注意啊 14块人民币 因为我在中国呢 有一些这个APP 比如说微信 然后我留的电话号码呢 就是我国内那个手机的电话号码 所以呢 有的时候微信 如果是对我进行身份核实的话 就会往我那个电话号码上面发短信之类的 所以呢 我中国的那个电话呢 还不能停 那我来加拿大呢 我那个电话是继续使用的 本来我以为 如果我拿到加拿大来使用呢 那我的费用肯定是海了去了 结果呢 我一打听 我那14人民币的月费呢 并不增加一分钱 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如果说我打电话的话 每一分钟是1块9毛9人民币 每一分钟 1块9毛9人民币 大家你可以折算一下 和多少美元 或者和多少加币 然后短信呢 每一条是9毛9 收短信 不收钱 如果发短信的话呢 是9毛9人民币啊 然后呢 没有卖油费 如果是你使用流量的话呢 那个流量 它也有一定的那个收费标准 它就这么一个情况 哎 我就算了一下呀 如果我拿到加拿大来使用的话 比我在加拿大用那个Pay-Per-View 那个电话 Pay-Per-View的电话 我不知道在中国叫什么 叫预付吗 还是叫什么 比那个呢 还要更便宜呢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的4G的服务 你想想中国4G的服务 它如此的便宜 人们呢 怎么会去用5G呢 5G现在还是比较贵的 好像一个月最便宜也要199吧 所以呢 人们就嫌贵 你想14块和199 肯定是人们不用那个5G啊 再说5G呢 它就是快 你要是下载个东西呢 搜一下就下载了 对吧 可是中国现在4G 也一点都不卡顿 所以呢 使用5G的人并不多 但是你绝对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加拿大是什么情况呀 加拿大是手机简直慢的呀 简直是急死了 现在呢 我们就用电脑上网 在电脑上看个视频 都经常的卡顿 就跟他转圈 我以前呢 我在我视频里也曾经说过 加拿大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有个5G 现在5G在加拿大 好像都没有部署 没有安装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是美国这两天 本来呢 美国这个AT&T和 Vorizon这两个公司 原计划是在1月5日的时候 推出来它新的5G的 无线服务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美国 你使用AT&T和Vorizon的话呢 你原定于是在1月5日 就可以使用5G了 但是呢 在星期五的时候 AT&T和Vorizon就收到了 美国政府的一封信 要求他们推迟 为什么要推迟呢 说是因为 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怎么说的 报道是这么说的啊 本周五 美国交通部长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局长 联名发出来信件 要求AT&T和Vorizon 两家通信运营商 推迟原定于 2022年1月5日 推出的新的5G的 无线服务 以应对航空安全问题 说是呢 这个5G的信号 和航空的那个信号呢 会有冲突 有可能会造成 航空的事故不安全 你看中国 已经用5G 已经用了这么久了 已经都普及了 对不对 可是呢 美国现在 还解决不了 这个安全问题 还解决不了 5G和航空的 这个波段冲突问题 你说你美国现在多落后 多落后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 还不自知 老觉得呢 他就是世界上老大 老觉得他在世界上呢 就是呼风唤雨 我让来风就来风 让来雨就来雨 我让风停 风就停 我让雨停 雨就停 我让风往哪吹 这个风呢 就往哪吹 那说回来 今天我这视频 要说的另外一个内容 就是商汤科技 他上市的这个问题 商汤科技啊 是中国AI公司的四小龙之一啊 其他的三小龙呢 包括矿市 包括云丛 包括伊图 那这个商汤科技呢 是中国AI领域的 可以说四小龙当中的第一小龙嘛 那他最近呢 他就计划到美国去上市 那商汤科技呢 就在呢 去年 现在说是去年了 2021年的12月6号 就开始接受认购了 计划发售15亿股 不过呢 就在公开募股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12月10号 美国的财政部 突然就将他列入了 中国军工复合体清单 限制美国的资本 注入商汤科技 那他理由是什么呢 美国方面呢 就指责这个商汤科技 说他研发的这个 人脸识别软件呀 可以辨识目标 来自哪个民族 尤其是能够识别 维吾尔族人 所以呢 美国就说 这就是 侵犯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 所以呢 就制裁这个商汤科技 实际上呢 商汤科技早在2019年的时候 已经被美国列入了 制裁的清单 那会儿是列入了 商务部的制裁清单 也就是说呢 美国不对商汤科技 出售任何的产品 提供任何的技术 这是2019年 但是呢 即便如此啊 他难不倒商汤科技 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 那商汤科技呢 甩开美国的产品 甩开美国的技术 就靠自主研发 仍然是技术越来越好 应用呢 是越来越广 大家呢 我不知道 你记得不记得 就是早在2018年的时候 BBC呢 有一个记者 就有一个就很反华的那个记者了 BBC的啊 就专门搞地域滤镜的那个人 然后他呢 就出来 就挑战这个商汤科技 那会儿就是说呢 商汤科技这个人工智能呢 是相当智能的 他就能够识别这个人呢 人脸技术 步态技术 就全方位的 我能够识别你这个人 我不仅仅就是说 我在这儿 正儿八经的 我把脸对着一个镜头 他能识别 就是呢 你就把自己 你随便 你想怎么化妆 你就怎么化妆 你想怎么掩盖你自己 你就怎么掩盖你自己 然后呢 这个记者 他就不信这个鞋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开始 就掩盖他自己 他先是说呢 我就是蹦蹦跳跳 然后呢 我就用这种步态 我就用帽子 压低我的这个脸 我就用帽子压低我的脸 我就是遮盖我这个脸 等等 反正他能够想到的这种呢 好 就在七分钟之内 就把他抓着了 然后他说呢 不服气 不服气 没关系 就跟那个七秦梦霍似的 又给他放了 然后呢 他再次的 可以化妆 戴着围巾啦 戴着眼镜啦 戴着头盔啦 等等等等吧 反正 他就是再一次化妆 然后穿的衣服呢 也那个 走路呢 就一拳一拐的这一次了 然后呢 又出发了 然后又是七分钟之内 就把你抓着 就是BBC那个记者 后来呢 他还做了一个报道 然后呢 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商汤科技 这个人脸识别 有多么的厉害 那从那开始呢 美国就开始动这个歪心眼了 他就觉得说呢 哼 你中国这技术都是偷我们的技术 然后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就对你进行制裁 我让你呢 不得使用我们的产品 你不得用我们的技术 但是呢 仍然是挡不住这个商汤科技的 那商汤科技呢 越来越有名 越来越有名 对吧 那最近呢 他们就要上市了嘛 要在美国上市 好 刚才我所说的 对不对 本来呢 一切进转 是非常非常顺利的 就进入这个程序 嘿 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就是12月10日 我刚才读的这个报道呢 还是德国之声的报道啊 这可不是中国的报道 这个是德国之声的报道 就算是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财政部 好 来了 把他给加入了什么 中国军工复合体清单 指责呢 商汤科技的这个产品啊 应用到中国的军方 说是呢 会识别新疆维吾尔人的人脸 他的确是这样啊 商量科技也并不讳言啊 就是谁都能识别了啊 你甭管你是哪个民族 对不对 你要问说 他是哪一个民族 也能告诉你啊 他是白人黑人 对吧 都能告诉你 那这个有什么错呢 对不对 没什么错 没什么错 美国呢 他就是要打压你 他不能让你吸收这个资本 他在贸易方面对你进行制裁 现在呢 他在这个资本市场 他也制裁你 说你想到我美国来上市 来到美国来吸收资本 来支持像中国的商汤科技 这样的一个公司 对吧 这还了得 我是一定要给你打掉你这个途径的 所以呢 他就制定这个 很管用 很管用 那商汤科技呢 就不能在美国上市了 在美国上市 美国人不能来买这个股票 怎么上市啊 对不对 好 这也难不倒啊 中国也有这个股票市场啊 对不对 中国的大陆 中国的香港 都有股票市场啊 比如说这AI四小龙 其他的那三个小龙 那个矿市啊和云从 他们就计划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了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也快要完成了 将来会在上海上市的 那这个伊图这个公司呢 也是在做这个上市 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伊图也曾经在国内 在中国大陆进行上市的这个操作 那现在商汤科技呢 在美国 这不是上市不了了吗 临门一脚 然后美国就给你掐断哈 真是讨厌啊 你早说呀 你早说就不做这些工作了呀 对不对 他老搞这种事 到最后一刻 然后呢 他才限制住你 好 这也没有关系 结果呢 很快 商汤科技 就把他们这些文件呀 材料啊 不都准备好了吗 然后呢 重新再做香港的上市 好 12月30号 商汤呢 就在香港交易所 正式的挂牌了 创造了一个中国 AI企业最大规模的一个IPO 根据这个中国经济网的报道啊 中国经济网 在12月31号的报道 这个题目呢 就是商汤科技上市首日 股价冲高回落 收涨7.27% 市值超过1300亿 然后呢 那这里面有说 AI四小龙 谁能率先登陆资本市场 备受关注 12月30日 商汤在港交所挂牌 创造了中国AI企业最大规模的IPO 商汤首日开盘价是3块9毛1港元一股 比发行价的3块8毛5港元上涨了大约1.56% 那在当天盘中一度涨超20% 一度呢就涨着涨 涨超20% 那后来呢又有所回落 在收盘的时候呢 就达到了4块1毛3港元一股 比发行价高出来了7.27% 总市值大约1375亿港元 好 这是当天 结果呢 昨天报道 在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商汤科技在港交所 他的这个股票价格呢 又涨了25%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追随商汤科技 这个股票的资本非常踊跃 美国呢打错了算盘 美国还以为说呢 这世界上就只有美国资本 离开了他美国资本 人家就募不到资本了 对不对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商汤科技在港交所 这两天就严重打脸美国 我不在你美国上市 我没有你美国的资本 我也照样可以募到很多的资本 这个世界上不光有你美国 对不对 不光有你美国 中国就是资本追逐的对象 中国市场不单会吸引那些贸易 也会吸引资本 之前的时候呢 美国老是造谣 说是香港把国安法推出来以后啊 在香港的企业呢 公司啊全都撤出了 但是呢 香港每次所公布的数字 都严重的打脸美国 严重打脸美国 他们还造谣说 哎呀那个记者呀 在香港的也减少了 记者媒体也都撤离了 香港方面公布的 在香港注册的记者数呢 也是严重的打脸美国 现在美国呢 就成了一个撒谎成性的一个国家 说话不可信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这个阿塞夫啊 从昨天开始已经生效了 生效之后呢 在美国引起来什么样的反应 在欧洲又引起来什么样的反应 那我给他们总结的呢 就是美国傻眼了 欧洲几眼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方面是一个什么反应 根据这个观察者网报道啊 观察者网说 进入2022年全球经贸领域的 第一个重磅事件 便是阿塞夫于1月1日正式生效 这一协定呢 有望取消15个成员国 超过90%的贸易关税 众多的专家和媒体 都在关注阿塞夫 经济学家认为 这将给亚太地区的贸易 带来逐多的益处 那新年已始呢 华尔街日报 就援引了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称 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 启动贸易协定时 美国仍在一旁观望 正是我说的 他傻眼了呀 他不在观望 他是傻眼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之前呢 前一段时间 我们都看到呢 美国在这个阿塞夫生效之前 疯狂的对东盟国家进行游说 就是想分裂东盟十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从而阻碍这个阿塞夫的生效 但是呢 现在他们的挑唆 离间完全失败 阿塞夫在1月1号完全生效 正式生效 这里面你别忘了 还有他的联盟国呀 还有他的这个急先锋 澳大利亚呀 澳大利亚在这两天的风向急转啊 他们风向是怎么急转的 我前面都有视频介绍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接着来看 观察者网 他是如何报道 那么他就转述这个华尔街日报 援引的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 就说呢 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 共同加入阿塞夫以后 中国将在制定亚太地区贸易规则方面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损失的是美国的利益 报道分析称 阿塞夫不仅将促进地区及全球贸易的增长 还将特别加强中日韩三国的贸易关系 此外呢 中国还已经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更多的地区协定 而反观美国不仅自己退出了亚太经贸群 如今仍然没有计划重新加入 与亚太地区的经贸是渐行渐远 无法参与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 由美国智库在关于阿塞夫的分析中警告称 美国的缺席是中国能够巩固其 作为该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作用 一旦中国未来敲定更多的贸易协定 中国在地区贸易谈判桌上的存在 将更加的凸显美国在该地区的缺席 对于阿塞夫之于中美两国的影响 许多业内的学者专家近期 纷纷的发表自己的观点 知库机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前美国贸易官员温迪卡特勒 他表示说这将是一个由各国共同努力制定新规则和新标准的体系 美国正朝另一个方向渐行渐远 亚洲贸易专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副教授高树超表示说 阿塞夫可能是一个警钟 让美国重新思考其战略并回到亚太地区 他说阿塞夫将使中国的零部件 比东南亚供应链工厂制造的更具吸引力 并促进日韩贸易 从而使中国受益 由于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或者类似的观点 华尔街日报在其2022年1月1日的报道标题中就写道 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启动贸易协定时 美国仍在一旁观望 历经了8年的谈判 阿塞夫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使国 已经于2020年11月15日共同签署了 经各方的共同努力 于2021年11月2日达到生效的门槛 阿塞夫的生效实施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 经贸规模最大 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 充分体现了各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远超了北美自贸协定的28% 以及欧盟的17.9% 阿塞夫将缔造全球贸易的新中心 华尔街日报指出 事实上 此前美国并不是没有机会构建和加入一个 着眼于亚太地区的贸易协定框架 2017年 特朗普在他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 就签署了一项行政令 抛弃TPP 美国也因此正式的退出了各协定 同年的11月 TPP就改组为CPTPP 除了美国以外的TPP全体成员均在其中 主要由日本来牵头主导 当初特朗普声称TPP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 许多国会议员也反对这项协定 然而如今拜登政府也表示 没有重返加入CPTPP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 2020年的11月 当15国共同完成 阿塞浦签订工作之时 当时才刚刚赢得总统大选的 拜登曾经声称 美国需要制定道路规则 而非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定结果 而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 后来则说白宫认识到美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的必要性 有关如何参与的讨论正在进行中 而对于这个问题呢 美国有另一些国会议员则非常的焦急 2021年11月8日 以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共和党领袖 迈克克拉波为首的13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曾经致信拜登 端促其制定参与亚太地区新贸易规则 他们声称美国的缺席是在鼓励潜在合作伙伴 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向前推进 并确保中国将控制全球经济 华尔街日报还注意到 就在美国重新加入亚太经贸群举步维艰之时 除了RSIAP 中国目前还已经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那以上呢 观察者网报道的 关于华尔街日报所引述的这些专家的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呢 关于美国是否加入到亚洲的这些框架当中 他们是有争议的 那作为前总统川普呢 他是主动的退出了TPP 那作为现总统拜登呢 他也无一余再加回到TPP 同时很明显的 他有认识到这个RSIAP对美国的威胁 所以呢进行一系列的破坏 但是呢破坏并不见效 现在RSIAP呢已经正式的生效了 很显然拜登现在呢没有任何的反应 不知道如何来反应这件事情 有一个说法呢叫东升西降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根据数据呢 RSIAP这15个国家 这个经济体占全球30%的比例的经济占比 而北美贸易协定 也就是美国再加加拿大再加墨西哥 仅占全球28%而已 而欧盟呢只是不到18%而已 很显然在未来的经济当中 更有发言权的是RSIAP 将来这15个国家 尤其是韩国日本 将对中国各个层次的这些产品 以及服务呢 免除关税的形式开放市场 这将对中国的产品呢 如虎添翼 我昨天呢曾经做了一个视频 就讲了一下 RSIAP的生效呢 印度没有参加 将是印度的一个重大损失 那因为呢 将来中国会把一些低端产业 转移到东盟这些国家去 主要是越南 那印度呢就孤立出去了 那同时 印度韩国和中国之间 这种开放市场 互相免关税 将对中国的高端产品的竞争 是非常有利的 那美国现在呢 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知道欧洲的龙头老大 就是德国和法国 那德国的新任总理 以及法国的总统 他们呢就坐不住了 因为欧洲和中国之间 也是费尽千难万苦 曾经签订了一个中欧投资协定 但是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尽管说中国对欧盟做出来了很大的让步 但是呢因为欧盟这些国家当中 现在东欧的一些国家呢 因为受了美国的挑唆 脑袋发热 要当美国的急先锋 所以呢在里面就极力的破坏 因为他们的反对 所以就使得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不能得以实施 眼见得这个RCEF占全球 百分之三十点五的经济量的经济圈 现在轰轰烈烈的启动起来了 欧盟当然是坐不住啊 我们要知道呢 德国和法国 他们在中国有很多的投资 有很多的企业在中国 他们是严重依赖中国的市场的 他们是非常需要这个中国的市场的 那美国最近这些天呢 就推出来什么新疆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然后呢就要求美国的企业 不得使用新疆劳动的所有的产品 之前呢就有英特尔 给他的供应商发了年底信 然后之后呢 因为受不了中国民众对他们的质疑 对中国进行道歉 但是呢之后又发生了沃尔玛 下架新疆的产品 又引起来了一轮中国民众 对沃尔玛的抵制 那同时呢我们就看到 加勒福在这个时候 却跟沃尔玛完全不同的一个做法 他们甚至专门就打这个新疆牌 我们就知道呢加勒福他是法国的企业 对吧他是法国的企业龙头 在法国要排到第三位的 在法国是非常重要的 加勒福的这种态度 他某种程度上他也反映了法国的态度 法国我们知道呢他是苦美久矣啊 之前呢他的传统企业 他的龙头企业 阿尔斯通被美国抢了 这个仇还没有报 结果前一阵子呢 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那个潜艇大单 被美国撬单 那那件事情呢 心里面还没有平复的时候呢 希腊的这个舰艇大单又被美国撬了 你想想法国心里面有多挫火 对不对 好在前一阵子呢 他也报了一箭之仇 就是阿联酋抛弃了美国的F35战机 转而购买法国的战机 这个法国呢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我们就联系呢 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习近平 刚刚通过电话这事 有的人呢可能就能够猜到 这件事的促成呢 这里面可能有中国之招啊 或者是努力 所以呢 法国他就知道 谁是可交的朋友 谁是踢着朋友的外衣 而实际上是敌人 对吧 德国呢就更别提了 德国的龙头产业是汽车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德国的这些汽车都是一些高端汽车 他在全世界卖的最多的就是中国 他是更加离不开中国市场的 除了他们的汽车行业 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 德国新上任的这个政府啊 这个外长 当他出来附和美国来制裁新疆的时候 西门子的总裁马上就出来反对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龙头老大 他们的态度呢一定不是和中国对立 如果和中国对立呢 那就傻了 那就上了美国的当了 和中国对立 对美国有好处 对中国对欧洲一点好处都没有 有百害而无一利 德国和法国很明白这一点 可惜呢欧盟有27个国家呀 这里面有一些脑子进水的呀 像立陶宛呢 像捷克呀 对不对 他们就紧抱美国的大腿呀 欧盟把东欧这些国家吸收进来 相信呢像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 别提多后悔了 东欧的这些国家进来呢 就是捣乱的 就是来拉后腿的 一点好处都没有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